字幕志愿者 vensco.net 字幕志愿者 yardsnut 字幕志愿者 淫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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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教練 教練 今天那麼帅喔 在外拍喔 沒有...什麼外拍 我在按摩啦 我最近剪片剪太多 然後待會想說要去跑個步 但是我的上半身實在有點肩頸太緊了 所以我在用這個按摩球 稍微針對我的上背肌群放鬆一下 所以你剛看到我在那邊 好像在擺POSE 其實我是在按摩啦 那既然你都發問了 我就來跟你介紹一下 我平常在運動前怎麼放鬆我平常用太多電腦 手肩的這種肩頸酸痛 通常會找一顆球 一面牆 然後來針對我的肩胛骨肌群 來做一個放鬆的效果 首先看到我的背部 通常造成你的肌肉聳肩的關係 都是因為肩胛骨太緊繃 導致你的肩胛骨一直被往上夾 這個時候肩膀脖子就會覺得很痠痛 所以通常會使用球來針對這個部位 壓著它 然後做一些伸展放鬆的動作 來讓我的空間重新找回 手可以舒服的方式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把球壓在牆壁上 然後用我的肩胛骨 稍微固定夾著它 那這個時候就是在我們剛比的那個位置 壓好之後呢 我通常會先讓它適應一下 所以稍微夾壓躺在牆壁上 開始越來越覺得痛之後 我就會開始稍微蹲下 蹲下 站起來 蹲下 站起來 針對我的肩胛骨後收的這個動作 來做一個放鬆的反應 那越暗越拉 你通常會覺得越來越痠痛 因為這個時候 其實你的肌肉已經被球壓得很深層 那這個時候它就可以得到妥善的筋膜放鬆 它可以重新獲得空間 那第一個這個部位放鬆完之後呢 第二個通常我會放鬆我的肩胛骨外側 這個時候呢在這個地方也是一個長長 因為你的肩胛骨後收不夠 導致你的手臂會有帶長產生疼痛 這個地方也需要放鬆 所以把球一樣壓在牆壁上 這個時候就需要擺出一個很帥的pose 來做一個放鬆的效果 所以壓著它 我通常把手抬起來 因為這個時候 你的肩胛骨外側 所以可以更有效的在球上面做滾動放鬆 然後就會將前後滾動 來回達到一個放鬆的效果 而且這個點蠻刺激蠻酸痛的 那你也可以蹲下站起來 蹲下站起來 因為它的肌群很短 所以你可以小範圍的在這個地方 做前後挪動就好 你也可以手往前 回來 往前 回來 它又可以有效的 讓你的筋膜主動在球上做滑動 這個時候的放鬆效果就非常好 那我們有些肌群呢 其實是比較強壯比較多肌肉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的球太軟 其實壓不進去的 所以不同的人可以選擇不一樣的球 像這個紅色非常彈 它就比較軟 質地比較軟的球 就比較適合像肩胛骨這種肌肉比較少的地方 但有些人很強壯 他可能練muscle面的很大 他就需要用這種彈力比較差的黃色的球 來做一個比較堅硬的一個質地 來幫你做放鬆 才可以按得比較深層 所以球的軟硬啊 跟你的身體質量選擇又有關 你不要覺得 越痛越有效 其實不一定有時候太痛 有時候容易受傷 所以如果你是按一些比較沒有肌肉的地方 建議你用軟一點的球 如果你是按一些肌肉量比較大的地方 建議你稍微用硬一點的球 可以按得比較深層 那希望今天這個分享對你們的幫助啦 這就是平常我剪片的剪太多 導致我肩頸痠痛的時候 放鬆了一個小秘訣喔 好啦 接到太久了 我要去熱身練習了 掰掰 我要去熱身練習了 可以呼喚